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祝你身心健康,幸福快乐 好,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阅读创世纪第18章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的两大骑士 主要经节在十四节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那这两大骑士,一个是积极的骑士,一个是消极的骑士 记载在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 那主要经文就是,我们要来思考一下 耶和华岂有,他怎么会有难以承接的事情呢? 其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难倒我们的上帝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端 亚伯拉罕期待三个部署之客 从第一到十五节 耶和华在曼里树下,香树子 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 那时这么热,可能就是中午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请观看 仅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 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 浮浮在地 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就是,当上帝在寻找 和与人一起同在,聚集相合的欢乐的时候 他是站在人的面前 所以第二节说到,亚伯拉罕本来是坐在帐篷门口的 而且是已经可能就是燕热的时候 他坐在外这个门口蹭凉 就举目一看,眼睛一望的时候 就看见这三个人站在他们对面 所以他一看到这三个人,就快快的跑去迎接他们 甚至一个举动,就是浮浮在地 那我们就看 当上帝愿意与亚伯拉罕一起同享这个美好时光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三个人,因为见到有三个人在对面 所以这三个人是很特别,他们的身份很特殊 所以亚伯拉罕会尽快的跑去,而浮浮在地 因为上帝曾经向他显现,启示说话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 所以上帝就以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显现 这里教导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如何接待上帝 身为一个只不过是一个人 他就很愿意很愿意的来接待他们 来到第三道三节到十二节 我们就能够从这里的一段的经文描述到 亚伯拉罕是如何接待这三个人,特别是他如何的服侍他们 所以当我在读这份经文的时候,我要你好好的注意 由这些红字所点出来的就是他如何服侍耶和华的心 三节说道,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 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在树下 歇息歇息,休息休息 那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 就是你们可以吃一点饼,添一些心力 体力,然后再往前走 那你们去到了,既然又来到我这个仆人这里 那理所当然我是应该这样为你们做的 那他们就说,就照理所说的去做吧 那你会发觉到 这里甚至记载到,亚伯拉罕是很急忙的很赶紧的 跑进帐篷里面见他太太 然后呢,丰富他快快的怎样做起饼干 然后呢,又跑到牛群里切了一个 非常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 赶紧的弄一棒美好的一场 那亚伯拉罕自己本身就取了奶油和奶 预备好了,牛犊全部摆在他们的面前 所以有奶喝,有肉吃,有饼 而且脚也洗得舒舒服服 所以可以添饱这三位的肚子 所以你看他怎么得住 那当他把这些事物完全摆在这三个人的面前 自己就在树下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 他们就向亚伯拉罕说 你妻子撒拉在哪里 他说在帐篷里 三人中有一位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 你的妻子撒拉必胜一个儿子 这就是我所说的很积极的一个启示 撒拉在那 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 妻子听到了 圣经就很巧妙的说到 亚伯拉罕和撒拉其实年纪已经老迈 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 难怪撒拉的心里就会暗笑说 我已经这样衰败了 我已经这样老迈了 我怎能有这些喜事呢 从这段经文刚才我大概描述一下 其实这里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亚伯拉罕他侍奉的心态 他侍奉的心态是很开心很乐意的侍奉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蒙恩的机会 而且他能够很谦卑的 就是你为主人洗脚 就是对客人的尊重 而且自己很谦卑的在那里服侍 他们让他们能够很舒舒服服的 还有他很进展 不只是在身外还填满肚子 还陪伴在他们的旁边 衷心的看见 所以只要你注意一下他如何服侍的心态 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把一个很嫩很好的牛犊 他所付出的一切全部告诉我们 他遇到了一个话 他有一个仆人的心态 来好好地捕食我们的上帝 所以也就是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学过来 第二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很积极的启示 就是让亚伯拉罕得知以杀的时候 是当这三个人已经完全享受了亚伯拉罕为他们所煮备的一个大餐以后 但是他们没有计可的离开 就发出了这个很奇妙很季节的启示 就是说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已经很老的时候 老扣扣的 忍玩还可以生一个儿子 所以难怪身为妻子的撒拉就在那边 觉得自己这句话他听了很荒唐很可笑 自己这么的帅老丈夫已经这样老迈 怎么行呢 其实这里告诉我们怎样 很多时候人的信心会拦阻神允许的成就 虽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给他的隐形 其实之前上帝也跟他所说的 但这时候我们却发觉到他弃者 却无法领受 那可能我们就说这是人之的常情 但是记得夫妻二人是一体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发觉到上帝就特意的 要来他很特意的很定义的 要来调整萨拉的信心 以免拦阻萨拉的出色 以免这个允许 给难以成就 所以他们三人就这样的来调萨拉的信心 可见夫妻同心领受神的允许 你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确实 所以来到第三 当神允许圣子的时候 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为什么喜相 说我已经年纪老了 真能生亚吗 所以就会有了这一句名言 耶和华其有难成的事 甚至老迈也好 无法生意也好 耶和华仍旧能够行这情恶的事情 所以他说明年在这个一天我必到来 这时候萨拉心中就开始害怕 说我没想 但是其实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否定 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 因为神说的话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这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明白过来就是 当我们少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当我们少有自己 不管是想法 不管是信心 多有神的意念 神的作为 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允许就必成就 我们进入第二段 记载在第16的21节 这里述说到上帝不满亚伯拉罕 其实这里我们在形容的话 你就会察觉到这里上帝不满亚伯拉罕 是因为他把亚伯拉罕当着他的朋友 16节说到上帝不满亚伯拉罕 16节说到上帝不满亚伯拉罕 不愿意不愿意隐瞒不满亚伯拉罕 不让亚伯拉罕不满亚伯拉罕 不满亚伯拉罕不满亚伯拉罕 experienced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甚至在这里发觉到 神所要 做的事情 在这里穿插一段的经文就是 重新 向 亚伯兰说 他必要成为大国 所以 我们看到 他们在 报告在宣告这个喜新的时候 要离开的时候 发觉到这 虽然是很短的一期经文 其实 这里又告诉我们一点是什么 神非常看重 与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当亚伯兰与神的关系美好 你看他对他没有任何的隐瞒 没有任何的意识 所以这告诉我们 神与人的香蕉 是没有秘密的 所以他才是 神的朋友 这里 其实是吩咐我们 若我们能够遵循神的吩咐去行的话 我们都是 上帝的朋友 所以 诗篇那一句话 他说 尤华也敬畏祂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所以 今天让我们 对我们来说 希望我们能够超越世界 能够看到 以神的允许 来看神的心意 来看神的作为 我们来比较一下 他就是 首先当神在十二节 十二章的第二节说到 成为大国 这里他说他必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族 现在说 地上的万国 所以意思是说 万国万帮万族 都必 要因亚伯拉 得福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会有一个想法 是以为我们不能成才 不像不成才的样子 但是 从中 神 要做的事情 必会反转 一切 来到了 19到20节的时候 就述说到这 恶臣 将被毁灭的 但有一句话我要你注意 他说 我 眷顾他 我眷顾他 要 我要叫他吩咐 他的重则和他的 天主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使我所允许 亚伯拉罕 都 成就了 这个很重要 你看 假如 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 是有所破口 有所 亏欠神的话 神又如何 吩咐他 你看神说我 见过他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 神是 看顾我们的 在这里神就 盯着这个 他说 虽然我定要毁灭 这个城 但是 我已经 减选了 亚伯拉罕 而且我减选 亚伯拉罕是要他去吩咐 他的 种子 他的孩子们 还有要吩咐的就是他的亲属们 怎样 遵守神的话 来 秉公行义 这样神的允许 就必会 成就 意思是说 亚伯拉罕 一定要照 上帝的法则 去教导他的后代 遵行神的道 然后 这个 特别是 这两个城市 将被毁灭的时候 再次能够提醒他的后裔 作为警戒 以免他们遭受同样的后果 他们必要 做对的选择 选择救恩和蒙福的道路 这样 神的允许 透过亚伯拉罕 就能够 承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 21节说到 我现在要下去看 这里 这一句话其实是说什么呢 特别是那一句话说 若是不然 我也必知道 其实这一句话告诉我们 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 他早就知道 他知道什么 人心所存的 他知道人所行的 特别是这两个城市的人 行得如此可恶的事情 他 不必要下到哪里 才会知道 他早已经 知道 那么在毁灭这个恶臣的时候 从22节到33节 我们就看到了 亚伯拉罕这个人 他到底怎样 他为 因为上帝要毁灭这恶臣 他如何为这恶臣 好消息 很积极的起司 他会得着 过后听到了这个 恶臣将被毁灭的时候 当中就有 他的外甥 罗德 住在其中 你想想 他说 他心里会有多着急 所以亚伯拉罕 选择 然后特别是 然后特别是他想到他的外甥 他就如何的 以这种 拜求的方式 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他 拜求的时候 他是跟着神的公寓 他做事的方式 法则 来拜求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就要懂得这样 不然的话 我们就变成忘求 所以这里面发家 23节 亚伯拉罕 首先说 无论善恶 你都要剿灭 这是 他首先问的 然后呢 接下来他又问 只要讲到善恶 你都会剿灭 或者是 现在他又讲说 将 一人和二人同杀 将一人和二人一起 同样看待 这是他 第2回 如何的 来求问 上帝 我觉得 他 问得 非常的恰当 我们在看 亚伯拉罕在27节 他如何的问呢 这是他问的就是 我虽然是 灰草 还敢对主说话 这是第3次 他如何的来 求问 然后当中呢 你再看 亚伯拉罕在30节说到 求主 不要 动 弩 哇 这里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整感 下一位 至高至尊至勇的神 如此 求问了 他就这样的来求问 来到第31节的时候 他说 我还敢对主说 就是 主啊 还有稍微一点的勇气 来向你祈求 来向你质问 来到32节的时候 他就讲 亚伯拉罕这时候 第一声下去的说 求主 不要动 这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亚伯拉罕 祷告的方式 拜求的方式 第一 他真的 他真的 求 这些活在最终的希望有50个亿人 而且他的祷告 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 坦然无忌 而且非常的诚恳 恒心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27节号 怎样的在探求 他都这么做 更不切的就是 我还敢对主说的时候 其实他是 十分的 虔诚 虔卑的来 呼求 那么 当我们看了这32到33节的时候 你就要发觉到 亚伯拉罕说什么 求主不要动 我再说这一次 倘若 假若 在 哪里还可以见到有10个人的话 你知道上帝怎么说 从50 到这10 上帝说了这句话 为这10人的员工 我也不 毁灭那场 那这一段话就告一段落 上帝真的离开 亚伯拉罕也回了 回到自己的地方 意思是说 凡神所允许 必要成就的事情 肯定会成就 所以当 神启示 一年后 亚伯拉罕会得主 这时候 毁灭这儿臣 必定会成就 所以这里这一段话其实 通过亚伯拉罕的祷告 其实神在告诉我们 神很需要 有更多的带导者 带导有事情 记得 我们的上帝是公义圣经的 面对罪恶 他 不得 不 审判 然而 神是爱 他不想 施行审判 故事 非常需要 我们一人 能够站在这些破口当中 为这城市带求 好让 神 赦免 这城市的 真 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好好的思考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 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 能够 我们更能够明白 更能够体贴 神的心意 主啊 求你赐下 祷告的灵 父心我们 每一个人都愿意站在破口当中 为我们的家 教会 城市 所有的国民 所有的老百姓 拜求 祷告 只求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领导 赦免这地 出击这地的罪 让我们 经历到神的恩典 可以彰显在这地 让我们看到神的圣迹启示 出现 神的祝福 我们谢谢你 奉主耶稣 基督御宝告 大家说 阿们